旅遊業議會預計 五一黃金州會有大約80萬個內地遊客訪港 而旅遊界和批發及零售界立法會議員 就說業界已經做好準備 亦都希望過關能夠更加暢順些 特別我關注的就是鄉原遺口岸 都是我們很多團的入境的主要關口 離開香港很多時候會用港主要大橋 所以就這兩個關口 如何能夠更暢順些 令到團不用排隊排很久 讓旅客能夠過關有一個好的體驗 這也是我們比較關注的 本來打算在七一的時候 其實七月份有些不同的推廣 零售公司會 但我也知道有個別的話 商場也準備有些推廣在五月份 這些是迎合一些遊客過來香港 但是減價減了多少呢 我相信零售就要看看他們不同的行業 最重要就是製造個氣氛 最重要是那個態度的問題 因為去一個地方 除了那個卡列麥美之外 那個感受其實都很重要的